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五月三號 星期五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帶來關心到的是 為了要協助花蓮的鎮災重建 行政院會是拍板通過了 零四零三鎮災復原重建方案 將投入兩百八十五點五億 協助公共設施的復原重建 民防災損安置和重建 以及產業振興 交通部則宣布 花蓮和台東的自由行 旅宿補助 以及團體補助 從七月開始為期三個月 但當地的觀光業者就批評 為何把花蓮的救命錢 讓台東納入補助 行政院會二號通過零四零三鎮災復原重建方案 將投入兩百八十五點五億 從四大面向 中央公共設施復原重建 補助地方公共設施搶修 民間補貼跟產業振興與減免 設立為老重建輔導團 跟花蓮重建辦公室協助地方 在公共設施搶修重建將投入一百八四點四億元 其中超過三十億來復原太魯閣國家公園 十七點九七億搶修鐵路及強化安全 民房災損安置跟重建投入五十八點四億元 受災戶租金補貼 每戶三口以內 每月補助八千元 最高八口以上一點八萬元 產業振興投入四十點八億元 要協助企業紓困跟振興觀光 那預計在這禮拜六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會跟相關中央部會的人來到花蓮 跟縣府就所有的執行細節會有比較詳細的一些討論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週六將到花蓮溝通重建計畫 交通部二號也宣布花東自由行旅速補助 跟團體補助 自由行部分花蓮週一到週四入住 美房補助一千元 週五到週日則補助五百元 臺東週一到週四入住 美房補助一千元 團體部分花蓮美團補助兩萬 臺東一萬五千元 七月起為期三個月 不過花蓮觀光業者批評 為何臺東也納入補助 也擔心遊客往臺東跑 看得到吃不到 花蓮觀光業者直言 不排除北上抗議 評寶協會則表示 會配合方案組團送旅客到花蓮振興觀光 但每家旅行社最多只能申請舞團 呼籲中央可以再增加團數 記者 溫家凱 歐音榮 江明如花蓮臺北報導 帶你來寬新天氣 今天東北季風是稍微的減弱 北臺灣的氣溫回升 北部宜花地區 白天高溫是二十五到二十七度 外島的金門馬祖也可以回升到二十三度左右 不過在中南部和臺東的高溫 仍然是維持在三十到三十二度 感受上是溫暖偏熱 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南來北往還是有點溫差 要適時的來增減衣物 從定量降水圖就可以看到 水氣減少 只剩下淫封面的基隆北韓 還有東半部地區 是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則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要留意到的就是午後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外出請記得攜帶雨具備用 而明天主要就是在東半部地區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一樣要留意到有午後局部短暫雷震雨 而今天的環境風場為東北風 中南部是位在下風處 污染物容易累積 再加上午後受到光化作用的影響 臭氧濃度容易上升 宜花冬的空氣品質為良好等級 而北部竹苗還有雲嘉南以及澎湖是普通等級 中部高坪以及馬祖金門是橘色提醒等級 不過這兩天雖然臺灣天氣是涼涼的 但是亞洲南部最近卻是有熱浪來襲 從印度 孟加拉 一路到越南 泰國和菲律賓 都飆出四十到四十五度的高溫 小朋友穿著制服 在水中爬來爬去互相潑水 全身濕透也不在意 但仔細看他們玩水的地方 近是一間教室 這不是教室淹水 血統苦中作樂 而是因為印度最近氣溫飆升到攝氏三十九度 到四十三度之間 北部北方邦這所學校怕學生熱到不來上課 甚至生病 特別把一間教室清空注水 變身成泳池 讓孩童有個涼爽 消暑的去處 教室泳池推出後 學生盜效率也真的提升 校方也正向當地政府爭取 希望興建一座真正的泳池 臨近的孟加拉也是酷熱逼人 首都打卡氣溫一度飆到攝氏四十三度 民眾得不斷沖水煽風來保持涼爽 家電商家更湧現人潮 過客幾乎全擠在空調展示區 想搬台冷氣 回家消暑 空調在孟加拉原先是奢侈品 近年因為當地電力普及 加上全球暖化影響 裝冷氣的人越來越多 最近更是需求量大增 製造商根本來不及出貨 部分廠商趁機抬價 導致空調價格每週都在漲 經銷商指出有的機型上星期售價是六萬三千塔卡 這星期已經漲到七萬兩千塔卡 漲了大約三千元台幣 但是面對一九四八年以來最熱的四月 消費者表示漲再多還是得買 公視新聞率您編譯 習人員會在昨天是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 將撥補台電一千億元 台電表示有了一千億 再加上四月調整電價增加六百三十億 預計今年虧損能縮小到一百億左右 同時藍營提案要修電業法 今天院會將抽出第四十九條禁付二毒 未來電價調漲 眼裡要先經過立院 為了讓台電財務更穩健 台電除了四月一號調整電價 也仰賴行政院撥補一千億經費 期盼藉此降低電價調幅 二號行政院終於排版定案 確定撥補一千億給台電 台電回應如果沒有補助和調漲電價 台電估計虧損兩千一百多億元 電價調整就怕影響物價波動 藍白兩檔日前提出動漲電價決議表決通過 不過經濟部和台電表示 依法遵守電價審議結果 這也讓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出招喊話 要動審經濟部預算 經濟部長王美花回應 希望國會秉持理性問政 經濟部會努力做事 對於三號要抽出電業法四十九條 修正草案禁付二毒 未來如果有關電價調漲或調漲 都眼裡先經過立法院同意 經濟部長王美花對外表態 在你的專業角度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當然是認為現在的機制是比較好 比較對的 如果這個還要到立法院統一的時候 那這個整個的時間會銜接不了 而且非常有可能譬如說審議會說是A方案 那立法院改成B方案 王美花則表示不讓台電漲價 那麼等於用政府經費撥補更多用電大戶 經濟部盼台電能夠健全經營 而這五院會若表決順利 預計民進黨不排除提出朝野協商 全然進入一個月協商冷凍期 記者原則郭俊麟台報導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來看聯合報的部分 合一廠室外甘市主存廠 因為水土保值計畫卡關了十一年 新北市府同意在五月十號前核定 不過在合二的室外甘煮廠 原定是在二零一七年完工 不過卻仍未興建 台電和新北市府仍對水保計畫 進行訴訟 副市長劉荷然表示需要等待法院調解 恐怕要約兩到三個月後才會有進展 接下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台中地檢署去年偵辦一個博弈集團 經營有一名三線兩星的警政監 林明左的這個涉嫌洩漏偵查機密 還被檢舉在擔任刑警大隊的大隊長期間 和集團首腦過重聖命 警政署政風處在昨天是將他具體道案 之後來看中國時報的部分 英國制藥大廠AZ首度在法庭文件中承認 AZ新冠疫苗有可能在極罕見的情況之下 導致血栓並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這個明顯的轉變可能讓正在面臨 集體訴訟的AZ公司 因此賠上數百萬英鎊 警官署表示持續的密切關注 一旦有新事證 民眾也可以重新提出救濟申請 好 不過在國內的新冠疫苗受害救濟也是在先爭議 有立委是陪同受害家屬 引用了法院判決 抨擊機關署的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 審議的過程缺乏透明度 流於形勢 平均每案只有八十秒的討論 機關署是回應對於每件申請案都會審慎以對 審議過程合法合理 彈琦太太打完新冠疫苗後猝死過程 讓盧先生忍不住哽咽落淚 因為盧先生的太太兩年前接種莫德納疫苗 作為追加劑 沒想到隔天就猝死在家 但是申請衛福部機關署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卻被歸咎於個案潛在疾病高血壓 引起了腦幹出血性中風 罔顧受害者根本就沒有慢性病史 地方委員廖偉翔二號上午陪同家屬召開記者會 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指出 機關署的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 簡稱VICP 程序缺乏透明度 而且審議過程荒腔走板流於形式 是個沒有會議記錄 沒有錄音 更沒有出席規定的黑箱三無會議 痛批衛福部草菅人命 總共兩個小時要完成九十件的審議 平均一件只有一點三三分鐘 我想請問大家一點三三分鐘夠討論嗎 初步的一些鑑定的一些專家委員 就是在醫學上面的一個 學友專精的一些專家 那他們呢主要會去參考這些 提出申請的各項資料 對此機關署發出聲明強調 依照審議辦法收到民眾提出申請後 必須調閱其完整就醫紀錄 相關檢查及檢驗結果等 是案件複雜程度 送審議小組指定的二到四位 鑑定委員或醫學專家 先行初步鑑定 之後才會提交審議小組 進行實質審議 而且會議紀錄 皆勘載於例次會議紀錄 並公開在機關署網站 供大眾月來 記者 台北市中山區一間 診所的陳信醫師等人 涉嫌開立不時的安眠 要史蒂諾斯自廢處方監 再將處方監販售給 因為成癮 而有用藥需求的民眾 不法所得超過兩千萬 臺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 和臺北市調處 松亥中山分局 搜索約談陳信醫師 及親友共五人 診所負責人陳信醫師 是在一百零八年到一百一十年之間 涉嫌指示不具醫師資格的兒女 以及一名有醫師資格的郭姓男子 開具不時處方監 配合共謀的藥局 領取第四級管制藥品安眠藥 施地諾斯 並把安眠藥轉賣給民眾牟利 開具數百張不時處方監 不法所得高達兩千萬元 臺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 臺北市調處中山分局 搜索約談陳信醫師及親友共五人 全案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醫師法等罪方向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 今年來健保點值偏低 讓不少醫療院所運作吃緊 立法院未還委員會在昨天審查 全民健保法修正草案 多名藍營立委提案 醫療服務點值每一點不得低於一元 或零點九五元 獲得八大醫事團體的支持 衛福部長薛瑞源馳反對態度 認為將破壞健保總額制度 若草案通過最快今年底 恐將調高健保費率 新冠疫情過後 民眾醫療使用率增加 但是醫療院所病人增加 卻壓縮健保點值影響給付 使得醫院和醫事人員的收入相對減少 有藍營立委提出 健保法第62條條文修正草案 希望保障健保點值1.1元 或是1.0.95元 獲得八大醫事團體的支持 不過衛福部長薛瑞源表示 立委提案的內容沒有具體殖民資金來源 違反財政紀律法 而且保障點值與現行總額制度相抵觸 無法執行 如果由政府公務預算支印 每年至少增加700億元支出 恐怕排擠其他教育文化的預算 但如果由健保裁員支印 安全準備將於明年一次用完 最快今年底就要調高健保費率 保障1.1塊錢的話勢必一定會衝擊到這個健保的一個財務 那這個健保財務受到一個重大的衝擊以後 一定一定會一定會調整這個健保的費率 顯然明年底就會不足一個月 不足一個月的話 那就是今年年底就要考慮明年要調保費 薛瑞強調自己任期只剩下十幾天 以現有手上掌握的資源 不可能同意該草案 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或許吳二零新內閣上任後 會有新的裁員之印 可以再做討論 記者 張國良 台報報導 經華城的容積率爭議延燒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鍾小平 是前往北檢告發 柯文哲還有前副市長 彭震生是涉嫌圖利罪 目前北檢分他自然調查 將柯文哲列為被告 民眾黨也回應表示 希望檢方查清楚 不要政治辦案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任內將精華城土地容積率 提高到840%引發爭議 國民黨北市議員鍾小平 二日上午赴北檢告發柯文哲 以及前副市長彭震生 兩人涉嫌圖利罪 藍綠警要金華城案 民進黨北市議員鍾書培 也拿出當時公文指出 金華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向市長市陳情後 提出市府應保障三項權力 最後是柯文哲親自蓋章 決心放寬的文件 金華城容積率暴增 遭質疑土地財团 臺北地檢署也簽分 他在調查並指揮 廉政署被調作搜證 調卷了解中 柯文哲列為涉嫌 貪污治罪 條例被告 既然現在檢方已經開始偵辦 我們也呼籲有部分的議員 不要把自己當檢察官 不要用這種騙動式的抹黑 然後拿隨便的一個資料 來誤導社會大眾 針對檢書培質疑 金華城案是柯文哲蓋章決心 吳一軒也回籍是否收到相關陳情 行政救濟 當然要將這個案子交由獨立機關 都委會審議 追行張是市政府依法辦理的程序 記者話慢 行政院會在昨天通過地方名義代表費用知己 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修正草案 里長會加發年終一點五個月 每位議員的助理補助費 總額上限也解凍 裁員則由地方政府負擔 議員辦公室裡堆滿文件 接聽陳情電話 準備質詢法案 是議員助理的日常 但薪資卻動漲超過二十年 如今政院拍板調升議員助理費 以及衛民服務費 議員樂觀啟程 行政院終於聽見我們的聲音 你不可能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當然以這樣子的幅度 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至少不無小補 立法院助理的加班有加班費 六都的直轄市議員的助理 加班的沒有加班費 這事實上是一國兩制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既然這次修法 只有一次一次把它修了 根據地方名義代表 有費用支給及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修正草案 每位議員的助理補助費 總額上限 直轄市議員 從每月二十四萬 調升到三十萬元 縣市議員從每月八萬 提高為十四萬元 另外也修正聘用助理人數 直轄市議員 職首聘七人 縣市議員職首聘三人 草案也增訂議會 會需建立內控機制 防範佔領助理費 增訂了議會建立一個內控的機制 助理的這個相關費用 都必須要領取的這個清策 然後要由雙方去簽名 然後這些錢由議會直接 就撥到這個助理的這個帳戶裡面去 修法也調增 為民服務費 直轄市議員 從兩萬調高至四萬 縣市議員從九千元 調高至兩萬 鄉鎮市民代表 從三千調高至五千元 其中發放村里長 年中慰酪資金七點五萬元 初估每年將增加五億八千萬元 費用最快明年春節入帳 內政部次長吳榮輝補充 財源是依入地方制度法 由地方負擔 裝補助手術財務狀況不佳的縣市 記錄話門 陳博宇 陳川維 泰報道 今年初的總統大選過後 抖音就出現影片 影射有投開票所的唱票 和計票不同 可能是開票不公 偏袒特定人選 掀起作票的質疑聲浪 檢調見識後 認定為不實影片 日前是約談一名 臺男理性男子倒案 他也坦承影片有造假剪接 創票高喊一號 後方計票板上 卻在二號劃上一票 今年的總統大選 選後有網友上傳這段影片 映射開票有問題 偏袒特定候選人 助責的中選會被控選物作票 當初大動作提高 檢調追查源頭 約談一名男子倒案 涉案理性男子加速台南沒有黨制身份 被檢調找上門 坦承影片造假剪接 但所作所為讓調查局批評 不僅損害中選會名譽 更嚴重傷害國人對選舉的公正信賴 畢竟當時影片從抖音發布後 不斷被轉發分享 網路掀起大量謾罵與質疑 其實這支影片 資安專家解釋後直說漏洞百出 從開票到計票 畫面不連續有剪輯痕跡 但科技日漸發達 更有AI技術紋士 假訊息滿天飛 只怕造假影片變得越來越逼真 專家和學者不約而同 都提醒查證重要性 別被輕易帶風向 記者 陳冠勛 陳尼鋒 台北報導 美國前總統川普近期接受媒體訪問 他認為不付錢的盟友 要靠自己引發外界擔憂 如果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會衝擊台美關係 外交部長吳釗燮強調 不管美國誰執政 對台美關係都有信心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 一號要求內政委員會臨時提案 把我國跟中國修改成臺灣跟大陸 胡釗燮直呼不可置信 上臺被巡時又說有立委常常在中國欺負臺灣時 配合補踢一腳 發言引發欄尾不滿 這是對中華民國所有不分立法委員相當嚴厲的指控 所以我想部長應該要負責任的說出他們的名字 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 對於前美國總統川普 在時代雜誌專訪重申 不付錢的盟友要靠自己 並拒絕透露是否捍衛臺灣 胡釗燮強調 對臺美關係有信心 美國亞太助卿康達出席國會聽證會時 也表態應維持對臺政策框架 建構臺灣威責能力 看一看美國的國會 我們是受到兩黨的這個歡迎的 而且兩黨對我們都是非常的支持 那在這個層次來看的話 未來不管是誰執政 跟臺灣的關係 我們都很有信心 康達還提及 國務卿布林肯仿中 已經明確要求北京不要在520前後 藉機加劇臺海緊張 美方會仔細關注中國動向 而美方挺臺 不只在兩岸關係 布林肯一號也發出聲明 強烈鼓勵世界衛生組織WHO 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份 出席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 記者歐榮張明如台北報導 台美軍事交流曝光 美國密西西比州的 國民兵公關部門 近期張貼許多張演訊照片 疑似出現國軍官兵的身影 陸軍對此表示不平論 但也強調 臺美的軍事交流 是常態性的既定行程 照片中 頭戴名採頭盔 官兵採取握射姿勢 手上拿的槍支 疑似是國軍現役T91步槍 美國密西西比州 國民兵的公關部門 近日在臉書粉磚 張貼多張照片 疑似出現國軍官兵 一同演訊 陸軍回應 臺美軍事交流 是常態性既定行程 不過粉磚燒早卻悄悄撤下貼文 學者分析 國軍缺乏實戰經驗 因是特戰單位赴美授訓 接軌國際 台美軍事交流 從低調走向平凡多元 層級不斷提高 像是聯兵營去年首度赴美授訓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綠扁帽 也傳出來臺協訓 美軍顧問團人員 近年則出現在國軍各項操演 漢光演習等 學者指出 國軍赴美授訓常態化 有助美方松綁國軍 參加多邊聯合演習 至於美國華府舉辦 國會山莊與矽谷論壇 聚焦人工智慧 國安議題 轉附總統蕭美琴 透過預錄發表致詞 直言傳統的不對稱防禦 無法滿足臺灣的防禦目標 臺灣要爭取美國推動的 供應安全安排協議 加入國防供應鏈 蕭美琴表示 臺美從俄乌戰爭學到經驗 但俄羅斯與中國也在快速調整 臺美必須尋找領先的方法 而臺灣的目標是要擁有強大的 嚇阻力 避免衝突發生 記者黃子杰謝震 人被逮捕 還有大學教授骨折 美國總統拜登打破沉默表示 暴力示威不受保護 聽巴勒斯坦示威遍及全美 逮捕也是 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 警方剪斷鏈子 搬開所有遮擋物 波特蘭州立大學則有學生 佔據圖書館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警方開始清場 帳篷垃圾圍 圍林全部載走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裡 U.C.L.A最受矚目 二號星期四 稍早的暴動場面 全球目睹 身穿防暴裝備的警方 與拒絕聽令離開的示威群眾 近身交鋒 警方發射閃光彈 美聯社二號最新統計 過去幾週全美大學挺拔了 斯坦示威活動 已超過兩千人被逮捕 挺拔示威者呼籲大學停止 跟以色列及支持加薩戰爭的公司 做生意 示威潮從四月十七號 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始 學生要求停火 接著擴大到其他校園 扎銀 口號 旗幟越演越烈 暴力衝突擴大 UCLA警方遭控反應慢辦牌 穆斯林公共事務委員會幕僚長 侯賽尼表示 社區需要感受到的是警察的保護 而不是被別人傷害 伊朗國營電視卡達半島 以色列的電視臺 都直播了這些示威 以色列將這些示威稱為反猶太行動 一位伊利諾州大學教授 在一場示威活動拍攝抗議者 遭警逮捕畫面時 被警方粗暴壓倒在地 斷了九根肋骨 手野骨折 此時正值畢業季 多校校長正想辦法 溝通 協議 防止畢業典禮辦不成或出事 公視新聞黃韻林別譯 以哈衝突能持續 聯合國在二號是發布了一份報告 指出 加薩有超過七成的房屋被摧毀 要重建這些被摧毀的房屋至少需要到二零四零年 而且重建工作有可能得持續到下個世紀 報告還警告 如果以哈戰爭延燒九個月 加薩貧窮人口比例將會從去年底近四成 暴增到超過六成 以色列對加薩七個月來的轟炸 讓許多混凝土建築被移為平地 巴勒斯坦當局統計數據顯示 約有八萬棟房屋被毀 聯合國二號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 加薩超過七成住房遭到摧毀 一名聯合國官員形容 如今的加薩滿目瘡疑 荒涼景象堪比月球表面 聯合國根據衛星影像分析 加薩有近八成六的學校遭到一定程度破壞 評估指出 重建被毀房屋 至少需要到二零四零年 這還是在建材交付速度 達到上次加薩危機五倍的條件下 否則恐怕得重建到下個世紀 以哈衝突也導致加薩經濟停滯 人類發展指數更倒退四十多年 回到上個世紀八零年代 如果戰事持續貧窮率還會進一步上升 屆時將使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被拖到貧窮線以下 公視新聞這位人 吳基昌編譯 印度近幾年旱災頻傳 古代新建的儲水設施 階梯井再次受到重視 藉由儲存地下水和收集雨水 提供民眾飲用水和灌溉的水源 不過印度的水資源污染嚴重 有些階梯井堆滿了垃圾 還需要地方政府的重整規劃 在印度北部城市 西姆拉的鄉間地區 有人拿出瓶瓶罐罐忙著裝水 有人則在旁邊取水洗衣服 印度旱季期間 階梯井扮演重要角色 這種設施最早出現在西元 兩百到四百年之間 規模有大有小 靠著同時收集上方落下的雨水 和抽取底部的地下水 儲存可用的水資源 印度高達十四億人口 水資源卻只佔了全球的百分之四 且全國有百分之七十的水源受到污染 每年有二十萬人死於缺乏安全飲用水 這幾年印度雨季降雨不如預期 肝旱問題越來越嚴重 原本遭棄制的古老接替井 重新受到重視 地方政府紛紛進行改造 裝上現代化設備提供民眾乾淨水源 然而當代有大量接替井都已經被拆除 少數保留下來的卻時常堆滿垃圾無法使用 水源被污染充斥有毒物質 還需耗費金錢和人力進行整修 印度約有百分之三十的淡水以地下水形式儲存 有些村莊唯一的水源就來自接替井的地下儲水 提供灌溉和日常生活用水 據專家估計 印度全國目前保留下三千座截梯井 地方團體正努力搶救這些古人留下的偉大設施 公司新聞兩位編譯 大量的垃圾堆積 航空燃油使用 以及石化燃料的提煉 都是製造溫室氣體的重要來源 澳洲學者的研究就發現可以多管齊下 把垃圾廠排放的甲烷與二氧化碳利用所謂冷電漿技術 製造出航空燃料的化合物 希望能逐漸取代由化石燃料提煉的航空燃油 無論是民航機還是軍用機 無論是噴射引擎還是螺旋槳引擎 飛機降落之後 幾乎少不了的一件事就是補充燃料 目前的航空燃油概分為航空汽油和航空 柴油 前者由螺旋槳飛機使用 後者則供應給噴射機 就像汽車用的汽柴油一樣 航空燃油基本上都是從化石燃料中提煉 才能透過儲油設施與各機場的地勤車輛 為飛機加油 但飛機引擎與煉油廠運轉 被認為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宗 如何讓航空產業達到減低排放的目標 成為產官學界努力的方向 澳洲學理大學與化工業者合作 藉著在食品 醫藥等產業普遍應用的冷電漿技術 以高能量的電子攝入甲碗與二氧化碳等氣體 產生名叫丁的碳氫化合物 成為各種燃料與石化原料的基底 另一個引人關注的利益就是 可以把廢氣無用的垃圾變為可用的再生能源 不過航空用的燃油特別是噴射機使用的煤油 為了飛航安全必須混合許多添加劑 包括防止靜電以避免引發火花 還有高空超低溫下防止結冰的化合物等等 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 當然符合環保的航空燃油 產量能不能穩定供應各地機場所需 也是相關產業必須面對的課題 國際新聞學長編譯 將來轉回到國內 蘇花公路臺九線一百四十七點七公里處 昨天發生落實探訪 公路局的公路段重型機具 在晚間十點多到場清除 現場單線雙向通行 新陳分局和平派出所表示 坍塌的地點在蘇花公路臺九線 一百四十七點七公里處 由於這個路段落實坍塌數量過大 長約一百五十公尺寬 已經佔據到南下車道 公路段在晚間暫時以三角錐擺放 與警示用路人 採取北上車道 單線雙向通行 不過在花蓮的餘證不斷 又因為山區的間歇雨勢 導致南投頭八十九線 中橫臺八線等路段 近期都出現落實 或者是攤方的狀況 地震車報中心就建議 半年內都可能還會有比較大規模的餘證發生 目前正值沒雨季 提醒民眾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區 巨大的落實躺在道路上 連日的間歇性大雨 加上花蓮雨震不斷 南投縣仁岸鄉頭八十九線 例行產業道路 二十一公里處路段 二號上午七點左右 有巨石阻斷交通 經過公務單位搶通 已經能單線雙向通行 台八線中橫九十一點五公里 南投縣仁岸鄉榮新村路段 則發生邊坡坍塌阻斷 零三十七中橫便道 則是通了又塌 二號再度無法通行 另外雪霸國家公園大陸林道東線五點二公里處 也因雨反復發生攤坊 十六公里處還有樹木傾倒 水管處為了安全考量 持續禁止自行車與其他車輛進入 雪霸園區大陸林道東線五點二公里處 因五月一日午後雷雨影響 再次發生攤坊 為了維護安全 本處將是降雨的狀況 地震加上大雨 太魯閣 玉山雪霸國家公園 都建議山友短期內如非必要 建議暫緩前往山域活動 氣象署地震側包中心也有同樣看法 地震側包中心表示花蓮七點二強震後 預計三到六個月內仍有較大規模漁震發生 又適逢梅雨季來臨 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區 民眾也要隨時做好防震準備 記者有明鳳彭恩群 薛義嘉玲之間綜合報導 近來地震頻繁 台中市有不少學校的老舊校舍損害擴大 根據統計 台中市至今還有八十三棟是無使用執照的老舊校舍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 無照校舍不等於圍樓 有經過補牆和結構技師評估 將會協助爭取改建補助 台中市教育局在二零一三年曾調查 全市有一百五十棟校舍 無使用執照 多年分期改善後 至今無照校舍仍有八十三棟 其中國小有五十三棟最多 台中市府表示 目前校舍經過補牆和結構評估 這個符合安全規定 除了持續改善 也會協助這個學校 來爭取國教署的老舊校舍改建補助 而基隆市私立光榮家商 創校至今一百二十一年 因為不敵小子化的衝擊 董事會是決議今年起停招 轉型長照機構 面對大環境的衝擊 私校辦學是越顯艱困 行政院會在昨天通過私校法第六十二條修正草案 未來透過新學基金會或者是對學校法人 或私立學校的捐款 可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正常上課時間 基隆市私立光榮家商的教學區 非常冷清 因為受少子化衝擊 日夜間不加起來 全校僅剩兩百零七名學生 招生越來越困難 財務缺口件擴大 董事會日前決議一百一十三學年度起停止招生 等目前一二年級的學生畢業後將轉型長照機構 教育部表示 目前僅核准光榮家商自一百一十三學年度起停止招生新生 還沒接獲學校所屬法人改辦計畫 而面對大環境衝擊 私校辦學越顯艱困 行政院院會二號通過私校法第六十二條修正草案 透過新學基金會 對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的捐款 申報當年度所得稅時 可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教育部表示 未來若京立院審議通過可提高大額捐款意願 協助私校籌措裁 也讓公私校捐贈的抵稅額橫平 而新學基金會董事會成員 包含教育部 財政部和主計總處等人員 透過新學基金會捐款才享有優惠 強化對私校捐款的財務監管 紀念小微 沈志明 台北基隆報導 台中豐原有一名六歲男童 去年被父親多次毆打凌虐 最後在水箱中溺斃 台中地院國民法官審理 依照凌虐未成年致死罪判處十六年突破 台中豐原一名徐姓男子 去年起多次毆打施虐自己六歲的兒子 同年六月又宣稱 男童洗澡時溺水死亡 監警事後查出 實際上是怕傷勢被發現 要求男童在塑膠箱泡熱水退瘀 但是男童體力不支 最後溺水窒息死亡 案件經由台中地院國民法官參審 一號將徐姓男子 依靈虐未成年致死罪重判 被害人為被告的親身骨肉 對被害人富有教養的義務 竟狠心剝奪被害人的生命 犯罪所生危害致為嚴重 國民法官窗份評議後判處有徒刑十六年 台中地院表示 何一廷經過三天的審理做出一審判決 全案還可上訴 而彰化則是有一名邱興保姆 不僅無合法證照 還對多名幼童肆虐 2021年六月涉嫌傷害一名收拖的四歲男童 彰化地院審理後做出一審判決 彰化地院表示 保姆已經和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 部分履刑完畢 判處應該執行一年十一個月 但黃信男子一概否認 因此判處兩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不過當初舉發的民眾認為 這樣的判決太輕了 當初舉發的民眾表示 如此輕判難以彰顯正義 也希望這樣的案件不要再發生 臺北市建管處近年來著重在拆除危害公安的違建 去年度執行了超過一千六百建 今年也將針對頂樓加蓋第二層三單元的 營業性廚房以及防火象加蓋等設有危害公共安全樣態的違建 優先查處 從馬路抬頭往上看 可以看見四樓公寓屋頂有個綠色棚子的頂樓加蓋 仔細一看居然還蓋了兩層 違規的太陽相當明顯 近年來北市建管處針對危害公共安全違建持續成立專案列管 只要是加蓋第二層以上的違建 寄存違建 裝修 隔出三個以上使用單元 營業性廚房以及防火象加蓋都在今年優先執行拆除 頂樓的部分 比如說你隔成三個以上的使用單元 寄存違建發生過火災 還是說你沒有裝住景器 這部分我們都會優先處理 根據北市府的統計 光是去年一整年隔計執行超過一千六百建的違建 但從內政部的統計可以發現 到今年二月底 全臺仍有七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三件違章建築 是否一定要拆除 目前由各縣市政府來判斷 以台北市來說 對於新違建一律採取急暴急拆方式處理 但如果是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號以前就存在 而且沒有影響公共安全的寄存違建 可暫緩拆除 買到違建的這些民眾 他事後有可能因為要必須要被暴拆之類的 而造成他權益上面的受損 那這件事情 他如果事前是不值錢 他是可以去申請一些這個申訴的狀況 陳秉承表示 除了四項危害公共安全的違建太樣外 另外像是陽台外推 搭建夾層也都是常見的違建 民眾在購物時想要知道自己的建物有無違建 除了可以上縣市政府的違章建築查詢系統查詢外 也可以請房仲提供該建築的不動產說明書 來保障自身的權益 記者吳曉瑜 吳家寶特會報導 有研究團隊在陽明山庚子坪硫磺溫泉區 發現了新物種取名為陽明山溫泉紅棗 這個跨國團隊從二零一五年開始陸續採集樣本來分析 學者指出陽明山溫泉紅棗 具有試熱 試酸以及特殊的光合作用調節等特性 還可以吸附重金屬具有發展潛力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庚子坪硫磺泉區 遠看一片煙霧鳥鳥 這些雲霧中被學者發現新物種取名為陽明山溫泉紅棗 二零一五年起由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劉少倫的團隊陸續採集樣本 中山大學接手分析 從據指標性的基因序列資料庫比對 初判是Gadiaria Massima 這屬棗種 是細胞最大的溫泉紅棗 但團隊發現樣本的棗株直徑約1.2到3.8微米 沒有異營生長能力 跟資料庫的紅棗落差頗大 研究團隊敢用另一種方式研究 將採集到的樣本 透過基因序列先確認物種 再以基因體 型態 生理等特徵 綜合分析 確認是新屬新種 研究成果也登上國際知名期刊 有報導說它是可以用來作為這個都市廢水的 一些這個有機物的移除的部分 或者是因為它可以耐這些重金屬的這個環境 它可以吸附這一些有毒的這些重金屬 學者說溫泉紅棗有適熱適酸跟特殊光合作用調節機制的特性 還能吸附重金屬 具有發展潛力 應用在固碳或廢水處理 或許大有可為 記者王耀廷許證據 陳昌偉 高雄台北報導 三溫暖可以促進協議循環 也能紓壓美容 不過相較於大都會的室內三溫暖 艾爾萊在疫情期間興起了海灘三溫暖 業者是將火爐拖車開到海邊 民眾出了拖車後就能馬上跳進冰涼的海水裡 體驗過的民眾都覺得這種健康活動是比冷天喝酒還要過癮 艾爾萊面對大夕陽的克隆尼亞沙灘上 木製拖車內在炙熱的火爐加熱下 溫度高到B的人平冒汗 時間一到 民眾走出拖車奔向大海 把身體沉浸在冰涼透心的海水裡 感受冷熱交替的刺激感 這就是艾爾萊民眾這幾年相當風行的海灘三溫暖 從事藝術創作的費吉陽說 身體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接連體驗高熱和冰冷的溫度 有助於腦部釋放幸福的荷爾蒙 也就是腦內飛 讓人紓壓和放鬆 三溫暖可提高身體的核心溫度 提升心跳的速率 加強血液循環 促進健康 因為關節炎而長炮室內三溫暖 以緩解疼痛的康諾利 在疫情封鎖期間無處可去 他將拖車改裝成熱爐式 開到了海灘享受冷熱交替的樂趣 結果引起民眾的好奇 他索性做起了生意 開放同好共享 有學生運動完之後成群結隊來報導 也有夫妻和家庭一起來體驗 從陌生人到開心的對談 三溫暖脫車成了社交的好去處 愛上了同好都說 到海邊泡三溫暖的過癮程度 比起喝酒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溫暖的文化在愛爾蘭的歷史悠久 史料記載約在17世紀的鄉間 存在著許多圓頂石頭蓋成的建物結構 透過加熱草皮產生熱氣 用來治療感冒發燒 風濕和關節炎 業者觀察 光臨海灘三溫暖的消費者 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為愛爾蘭開闢了新的海洋觀光經濟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今天我們想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1212 今天空氣品質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宣再會 怎麼這麼長 如果8隻早安 好久不見 好 우� blocks